我和大家看一篇文章 来自一个地方 PeaceDemocracy.org 就是和平外交 题目指 北弱一个全球的石头鬼 就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鬼 鬼头人身 不知如此 变成什么呢 其实在我频道的朋友 应该都常听到 本来这个北弱组织 就是针对苏联的 苏联时有一个华沙组织 所以西方那边也弄了一个北弱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主要是对应苏联 但苏联解体后 这个组织是什么呢 这个组织继续存在 而由它本来的一个被动式的防卫 主要是做防卫 变成了为了美国 扩张全球影响力的组织 而这个组织也一直是 encoachment 侵佔了很多regional power 地区性的力量 完全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利益 而这里当然最重要的事件 就是在1999年 在Swaria那里干扰了国家内政 由此开始变成了美国不停干扰不同的国家 这个现象当然不是一件事 令到全球的稳定性受到很大的干扰 而这个北约组织的改变 其实反映出一个心态 在他们的西方思考办法之中 认为当一个国家富异起上来 一定会变成了他们的形状 即是走选举方法 产生政府 加上自由市场 这个就是由福山的 所谓the end of history 历史的终结那里得出来的结论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走这个完全资本主义 加上用选举方产生政府 现在我们已经见到是错漏百出 弊病是非常之多的 国家本身那些政客 没有办法为了国家做到任何事 而那些政策也都因为不停的多党轮流好 两党轮流好 就是政策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没有办法可以推进 那些政客们既然做不到工作 主要就转换成为 以色形态的状态之下 大家都在那里讲字 你吹我吹 吹吹吹吹 但是不是做到事呢 就是要靠政府的官员 但是监督方面 本来应该政客监督政府官员 推动一些政策 但是政府公务员的任期很多时候 都比这些政客门是长的 而且长很多 政客门可能是三年四年 跟着就倒了 但是那些公务员可能底层做起 做梭十几十年 根本就不用听那些政客的说 因此政策也推动不了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西方 用选举客产生政府的最大弊病 而加上把这个概念推过去北约组织 北约组织本来的功能 作为对抗华沙组织 现在完全失去功能 变成了一个不停抗张 当然我们看到它的不停抗张 导致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其实都不是冲突 其实俄罗斯就是想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 因为如果北约组织是纯粹一个防护性 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北约组织的扩张 就不再是防护性 而是纯粹推动美国的影响力 同一时间不如组织也有另外一个弊病出来 就是将欧洲方面的力量可以说打烂了 现在欧盟那边基本上防卫完全依靠北约 而北约的军事能力完全依靠大部分 依靠美国 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之中 那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就转换成为一个容易赚到钱 很快赚到钱的角色 美国自己本身的去工业化很严重 欧洲那边除了德国都有很严重的去工业化 本来西方国家的富裕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工业化 另一部分就是殖民 当殖民受到限制 这些大的本来是注意生产力的公司 转换成为纯粹是金融组织 生产力迁移到一些第三国家 或者发展中国家 自己的生产力没有了 我们看过今天在俄乎战争里面 这个反映得非常清楚 整个北约加上美国和英国都是北约组织 再加上澳洲、日本、韩国 竟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弹药 去给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这个完全是生产力的问题 生产力已经没有了 而欧洲因为没有了自己的防卫能力 完全依靠美国 也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国 美国说什么 它根本无法抗拒 当然这个和融损的话 产生政府绝对有关系 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以用一些金钱收买到这些政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自然变成了附庸国 而美国自己本身 也都由最顶点 达到颠峰之后 开始走下波 走下波已经非常多 不可以简单来分析给大家听 但是走下波 由美国现在社会里面 看到的问题很容易看到 他们的无家可归者 吸毒问题 医疗费非常高 教育非常昂贵 另外就是种族方面 白人黑人之间 或者在政治方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 又或者在贫富懸殊方面 有钱人和没有钱人等等 美国国内问题一大堆 美国的基本基础截施 也都落后了 几十年来可以说完全没有更新 他们的所谓高铁 在中国是动铁 不是高铁 相差太远了 他们的飞机场全部落后 几十年前起来 到现在都在用同样的飞机场 没有更新设备 可能有少少的 但是不是一个大规模的更新等等 但美国自己本身里面的衰退 除了它自己本身的政策问题之外 北约组织 使得他们觉得 咦?我够了 我连勾都控制了 其他地方 湿湿碎 以前我们的殖民地 这个心态 我们现在可以完全反映到 所以这篇文章说 北约成为一个石像鬼 石头拖出来的鬼样的东西 即是说实际上没有用的 石头来的 这个样子可能很害怕 大大哥 但是 没用 现在的北约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大家同不同意这篇文章的看法呢? 我会将这篇文章的描述图 大家可以自己跳过去看 多谢大家 这篇文章的描述 这篇文章的描述 这篇文章